大家好 歡迎收看GOOD NEWS FILE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好聽的聖誕歌曲 大家還記得TANK嗎 那今年底的時候 他就推出了一首聖誕單曲 叫做你的出現完整了我的世界 那這個也可以說是和上帝在說話 那他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就想到他年初因為心上兵 被送到了加護病房 讓他的內心非常的恐懼 甚至擔心死亡馬上就要領到他 但牧師跟師母就不斷的為他禱告 那他自己禱告後呢就和神說 我相信耶穌會拯救我 就算耶穌要把我接走也沒有關係 那在經過這樣迫切的禱告後 沒有想到病情就漸漸的好轉了 也已經完全的康復可以站在舞台上 和大家分享這首新歌 要告訴大家說在困境中 是神完整了他的生命喔 終於我知道了 生命中的每個時刻 因為你我才能明白我是最真偉的 明白我是最真偉的 我一直都會在這 想緊緊抓住永恒 抱著你 享受每時每刻 愛無限發光 你給我力量 就像個經過就在你身上 愛無限發光 想要就希望 今年TVBS與32位藝人一起暖心 獻唱了這首《愛無限》的歌曲 作曲人就是寫出楊澄梨的《仰望》 還有叮噹的《我愛她》的《陳威犬》 那他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還禱告求問神說 呃請問一下 上帝你要我寫的是什麼歌呢 是《青幻》還是《書琴》呢 真的什麼事情都可以問神喔 那他就突然有一個感動 就是要製作中版的曲調 讓大家可以一起來大合唱 也就促成了這一次 32位藝人聯手初級的《愛無限》音樂了 還有一首歌曲喔 雖然它已經不是新歌了 但一到聖誕節 我就想把它再次拿出來聽一聽喔 那這首歌叫做《小小鷹海》 是約帥樂團的聖誕歌曲喔 它不只有一種開心快樂的旋律 運用了帶點中國風 而且慢版的曲調喔 讓我們更能夠沉澱在聖誕節的一個 平靜安穩的心裡面 創造天地的神 將是為人 他已冥壞你喔 是不沉淪 我記得那幾年我們有去 信義進化區去報家音這樣 所以可能就有師班在唱詩歌報家音 然後呢可能就有一個人走在路上 在想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用這個當作我的歌詞的背景 他的副歌就要傳福音了 主歌講個故事 副歌就是我就說 小小鷹海 他會背負我們的罪 這樣子 對 那除了聖誕的歌曲啊 你知道其實還有許多的流行音樂 背後也都暗藏著福音的性質嗎 那最近在朱瑞蓮牧師的特會裡啊 他就提到 當年他還在江湖走跳的時候 跟蔡琴算是同一期的喔 年紀也差不多 十多年前還沒有這麼多的詩歌創作 但是有一首蔡琴所演唱的歌曲 《獨你》 在當年被創作出來的時候啊 詞曲創作人就是把神的感動 化作了流行歌曲喔 那特會當天 朱瑞蓮師就說 他已經很久沒有唱流行音樂了 但是為了這首歌 就破例了一下 我今天想用這首詩歌唱給大家聽 你的眉目之間 鎖著我的愛戀 你的唇事之間 留著我的誓言 你的一切一動 左右我的視線 你是我的詩篇 賭你一切一遍 也不厭倦 朱瑞蓮師的聲音真的好療癒人心喔 給牧師一個愛心喔 那今天的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 歷久不衰的一首詩歌喔 對上帝感恩抒發美意的曲子 由全球五十個國家用五十種語言 在疫情肆虐的情形下的再次跨國合唱 讓我們在2020最後的一個月 用莊嚴聖節的詩歌 來洗滴我們的心靈吧 聖誕節我們不用來求問聖誕老公公 我們來跟上帝說說就好囉 天父你有收到我的禱告嗎 願我的禱告達到你的面前 求你側耳垂聽我的呼求 今天有沒有哪一首歌浮了你的心啊 那最後記得要幫我們訂閱按讚跟開啟小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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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